新加坡夜间野生动物园 迎来新成员 共有四只来自澳洲的带欢 西医院中正式亮相 园方希望借此让民众认识 这个病危动物 他们在这里帮助我们 提醒他们的知识 在他们的生命中 幸运是他们很严重 因为有一个传逐的疾病 一种疾病 在世界中的生命中 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方法 去治疗这种方法 我们只要继续保护这种方法 带欢又名塔斯玛尼亚恶魔 是一种食肉的有带动物 分布在澳洲的塔斯玛尼亚州 但他们却深受疾病威胁 1996年来 这项疾病导致野生带欢数量 大减至少八成 我们的团队在这里 去治疗这种方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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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方指出 这四只带欢都在三岁左右 是拯救塔斯玛尼亚恶魔计划的一部分 透过有限的人类管控 维持野生带欢数量 为了迎接新成员 新加坡夜间动物园 特地打造有温度控制的室内空间 还有仿照带欢 在澳洲野外栖息地的户外空间 希望让小家伙们感到舒适 中央世界的侯志盈 新加坡报导 有关于新加坡夜间 新加坡夜间 会比较紅检查 之类 曼cents